各位早晨,我是辭職學校的 是,小小小,今天很高興 在這裏和大家訪問這個 E-Learning 和無法倫敵的一個學生 我記得剛剛收到 可能阿良的邀請 我已經很難說了 E-Learning 和無法倫敵的 其實現在大部份學界都是 E-Learning 和無法倫敵的 其實自己都有點疑惑的 我都發了一個郵件在那裏 再入深一層,其實都由此次學校的發指 所以今天我會借學校的發指的經過 去問大家去考慮一下這個合體會 如何去進行的 我只是在一個歷程中 那怎樣去這個歷程 幾年不進行的呢? 其實是不算多了 那麼,短短15分鐘 我們要分享五年的經驗 那麼,要講這個電子開閘 都來斷開這個21世紀的學生的生活經驗 我們都不詳細說 創造過後的問題 或者阿良 或者阿廷 阿廷 或者阿廷 或者阿廷 這些學生的工作 都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學校發指的建子學校的起因 就是這些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校長比較看遠一點 因為他們認為 我們的教學的 就是要教師的生意 其實是願意引起將來的生活 就不是教學 就是教學員還要應付的生活 而是教學員 以來應付一些技能的 應付一些技能的 應付一些技能的 那麼,當時現時的情況 我們其實有點像 有時候是主導師所說的那些情況 學校老化的 因為學校有整十年的事 就是校成了很多 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一個空中 十幾年 你想想,當時的工程 就是基本上 就是拉線走線的工程 就是不知哪一種 出動的,又不知哪一種 接著,對我的那個本品 是甚麼 好,好,好 另外有一個理智障 有六十年 開一個Yahoo的 基本上 就是不是Lock-in 是說的,不過有 可以整十分鐘 在一起 那基本上一行三十分鐘 就不知做甚麼 可以基本上 那另外,也有Wi-Fi 因為之前的GDView 有很多不同的Wi-Fi 其實年度是營運 不過,就不少完善 所以有,就是AEY 好像都幾次進行 有很多課 那還給全家學校的 天機 都是Tank Your 4 沒有人的Wi-Fi 那即是開過音 看你的話都會換我 開了整整五分鐘 那時候聽的記憶 就收了時間 最美的時間 在4月後 那在這個情況 我面前的情況 如何靜止E呢 平日新的QQ1 我用大家 好像也有很多 Q1 就是有經驗去改善 不是經驗去改善 不是經驗去改善 他們是一個很有創意的 教學的AE 或者教學的活動 在這個系列上 就不可能 在這裏面 那我們也知道 平常失敗 即是說 AEY 有沒有適合 有 就是 廣東的 在這裏面 在這裏面 就是再解釋了一些 文化公司 這裏面 其實是透過一個 評論 再做了那位老師 歡迎那個4號考案 E人 出來看我 減少 再說幾隻 在學校考案 學生可以做一些 古典的集合 達完這些提供之後 老師是直時在過課 在那裏面的實習班 我們都說 很漂亮 由於這太簡單 我們自己的學校 可以做一些 學校的學校 就是 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好 很多老師 喜歡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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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從直開始,會嘗試授受這個醫療院的教學學習 所同學的同志授受的,應該是學不學習到的 我現在只怕會學會數學來學到這些同志 或者可以將學會理解授出來 不過你都喜歡這種學習的,反正是這些 反正是甚麼呢? 電腦社會理論,電腦社會理論 當要進行這些活動,其實電腦社會理論 因為我剛才學習已經說了,過身前 就玩回他們,找另外一個同志 電腦社會理論,基本上電腦社會理論 可以反環上去,時間和學習 回到家,學校生的學生差別很大,有些是有錢 但普遍來說都是做客人的介紹 就算是有錢的,顧問的理論 可能會用說話的理論 那家庭環境的工作 或者很想實現一些 有錢買的,環環境的工作 或者怎樣的 所以那個問題出現 那怎樣解決呢? 錢,剛才的部分都講得很像 一個解決的,基本的問題 即是無限的微信 你拉個同志,你沒有錢 我們再申請課金 建立了一個基金 有一個基金集集了我們 紅峰無合的項目 亦都鋪到一個比較高級的大規模 我們就很收拾一些商品 我們在這裏建議 建構了一個不同的項目 甚麼不同項目 我們用了Prinio 和保激手錄製成 把學校的學校和家的學校的學校 和家的學校的學校在一起 即是說我們回家 其實所有用都只有十年時間 就開始成功了 我們學校的資源呢 繼續進行學校的 即是它不管是甚麼機 即是可能在房子的機器 有甚麼好玩的 甚麼OS都好 其實都可以連接我們學校 預備的正教學 然後去做學校 好了 那這個計劃推行了 其實就是我們法學的概念 即是我們覺得 每個小朋友的學習的機會 都應該是平等的 就不會說有錢的 就可能有大體 或者有些高規格的機會 或有錢的 就可能贏得 或者快樂師傅都用了 那有這個呢 就是所有人呢 都用出力的成果 會是怎樣 出力的那個成效呢 就是說 整個教學那個校 是同一個線條 因為其實它 那個學習環境 就是以前做學校的 即是可能不先當學校的 以前我們真的 因為學校的學校 其實那個學校的學校 是否要學校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留一步 就是花學四一 去做學校的資源 那以前呢 會有一個學校的學校 那我叫Flash 那他學校用了 那大家就請大家 我考試啊 我在這裡買個Flash 下載那個 使用版 用了30天 就沒得用了 你 我下載就不懂得 按 就是TNS 或者一個面對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很麻煩的 那大家多謝我的區議 都在他那裡 就直接 好像當年 進去 所有的資源 都在這裡 那他就不懂得 要找一個方向的 其他學生 也都 家姐都看到 他很浮沫的資源 那來到這個 Cowl 和 你也可以 這個 這個 帶出來是什麼呢 開始有些 不同學習的 元素 在裡面 就是 學生其實 無論去到這一度 其實他都可以做不同學習 只要有一個 這個面對 然後聽到 他講 上到學 他以前都回到 這個面對 我們學習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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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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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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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校學校的學校 有學校的學校 有學校的學校 也有學校的學校 都可以在學校的學校 可能會覺得很快 所以不理會 就自己的學校 很難受 我會現在的學校 就有認識 我們學校的學校 都已經做了一件事 聽聽Angie Sir 就講了一些給學校 學校在轉化 一個班房 和電腦室的不用關係 去取得一些分別 他就說破了短片 這段短片為了學校 就剛才開始看過 我現在才知道 但這次他會不會 給我們同一個問題 是不是 真的很差 小朋友就快來上課了 每次的小朋友 見我們都很興奮 快點來用我吧 你別傻了 現在的學生有見老 我們一定要來見老室的 是? 那你在哪裡有見老 當然是在課室 當然是在課室 現在我們遲有學校 只要留在課室 就可以進行電子教學了 簡單CT工具 急速地發展 只要學生上網 就能夠搜尋各種知識 給傳統的教學 教科書 或者是老師的傳授 當然當然會值很多 所以近年我們 正常推行電子學習計劃 而且得到 Microsoft的大力支持 這部電腦的搭檔是我 是我 是我 你們不要吵 我們這麼多的滑鼠 都是同一部電腦的伴侶 蛤? 這部電腦可以搭很多隻滑鼠? 是啊 它最多可以同時搭25隻滑鼠 那我講的是 我用了一套學與救的方法 它的名字叫Mom is Chip 老師只需要很簡單 準備一個選擇 選擇適當的答案 現在可以同學生進行 一部運動的課堂 課堂裏面可以跟學生做一些長得的遊戲 當學選擇題 甚至可以 學生可以一起在文化上 畫一些短項 或者畫一些圖案 Interactive Classroom 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軟件 當它上課堂的時候 它就有廣播這個課堂 那學生就開一個運動 它連線到老師的課堂 老師所有的教材 就會落到那部電腦 在進行課堂的時候 老師可以進行一些即時的投票 看學生的反應 在進行課堂 學生也可以在文化上 加插自己的筆記 甚至插圖 讓他可以有一套 存在自己的學習工具 FreshCats 是一個學生的平台 它裡面已經包含了 很多不同的教材套 老師也可以自己 預備一些教材套給學生 做費都很簡單 只需要加插圖 錄音 所以它裡面有一套 有識別的學習卡 除了可以聽到自己的錄音 學習和知識之外 還可以測試自己的難題 因為它有一個功能 可以輸入一些文字 看看自己是否認識 這個學習卡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待會見 再見 再見 嗨 又見你了 Hello 我們不想一些不那麼富有的小朋友 沒有機會去接觸電子學習 於是我們就推行 拒絲電腦的國際學校 拒絲電腦裡面 我們安裝了一些新的文件 或者老師願意教訓 學生其實家裡只需要一本電腦 可以上網 其實他就可以電腦回到學校 繼續他們的學習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每個老師 都有自己一個的虛弦 他每一次上課 只需要登入法律 他就不需要壓外 讓每個學生 裝壞了一些學生認識的使用 大大檢查了 老師可能上課之前 原理的時間 電子學習的優點很多 除了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活動性 同時也能夠讓學生 能夠掌握溝通協助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師生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增加的時候 教學就不再單向性了 而教師的教學模式 會漸漸變得以學生為中心 好 多謝Andy Sir 其實我也可以用他 Skype 直接 virtual 其實是可以的 剛才我用這個作為 留意一點點 Andy Sir 所分享的東西 和學校的轉化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 學校改變教學模式 或者增進和學生學習 當然跟電腦室和課室 會有關係 大家可以嘗試這個 很 mini 的 study case 去反映一下自己的學校的情況 剛才我就說 可不可以大家一分之間分享 我就準備看 現在時間是十點二十分鐘 我就不會硬性規定各位去分享 因為我們今早 明天之前也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相對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剛剛看完這段影片 和我少許的簡介 我剛才給了五位訊子 嘗試用五至十分鐘的時間 寫出一些你認為是重要的問題 你想有答案的問題 無論是看了剛才的年 那個持有學校 是小學的情況 或者是根據你自己學校的 一些發展的情況 或者你很想看到這個實驗 但是不知道要怎麼開始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要著重 大家都是一個學習者 我們沒有高低之分的 所以你的問題是絕對被尊重 和你的發言是絕對提前受歡迎的 希望在我們今早forum的時候 你能夠將這些問題帶出來 這裡有五至十分鐘的時間 給大家思想一下 和沉締一下 寫下這些回合需要的問題 起碼是一至兩人 好嗎 那十點半 我們就會用這個時間 跟嘉賓和阿sir 來分享 OK 好 非常 Alma 我們剛才說 我們是今天 很明快 做回yss 感谢观看